根治Smart轻松学投资,投资轻松赚 哈喽我是郁青 今天礼拜三我们邀请到散户赢家林生老师 来跟我们谈谈最近的市场状况 老师好 郁青好,投资人朋友大家好 老师我第一个问题要来问 大盘前两天这样大跌 然后融资也大幅的减少 那有些人就说融资退场了 是符额减轻了 筹码变干净了 接下来有望上涨两万点 但也有人说融资退潮了呢 就是人气已经退潮了 两万好像不可能了 老师到底怎么看 好,这是第一个问题哦 我可不可以先回答这个 可以可以 但是我想先预告一下 后面有两个老师要讲的东西呢 就是老师今天还会教大家两招来看 股价合理不合理 还有筹码量能对不对 筹码变化量 变化量要怎么看 更精准 好,我们先预告一下 那老师呢 先来帮我们救救这个大盘啊 到底应该要怎么样看才对呢 这个融资这样退潮到底是好事 还是不好的事 我先想说两万点有没有可能 好,我们先来回答两万有没有可能啊 我比较喜欢用科学的角度去看 我先讲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溺水 溺水 在夏天的时候是不是会比平常溺水的机会高一点 对啊,因为大家都去游泳啊 对嘛 有数增加嘛 对 那冰淇淋在夏天的时候 它的销售是不是会比冬天来得高 对啊,因为好热哦 那我们可不可以说 冰淇淋的销售跟溺水有正相关 不可以耶 怪怪的吧 数字是一样同时向上啊 都跟天气有关 对啊 所以融资这件事情 它的高低 你会有一个现象 要去观察 就说新农市场是相关不是因果 就是这两个听起来的数字好像很相关 就是融资的符合 这件事情跟市场上面的这个动能好像很相关 对啊 但是食物上面是不是真的呢 要去做验证的动作 要去做回撤的动作 那老师有验证回撤吗 我等一下可以验证 那我先回2万点这件事情 好的 从今天开始到年底 就12月31号 我们算交易日的话 大概14天个交易日 2万减现在17500左右的话 那请问一下 2400点除以14个交易日 你认为有机会到2万点吗 除以14个交易日 每天要涨171耶 对 然后我可以告诉你 台股14年平均一日涨幅就是100点 那当然这个是统计结果 所以呢 这个统计误差差了71点 那用百分比来看 我觉得不太可能在今年突破2万点的原因在这个地方 那明年有明年的变化 不过就明年的角度来看的话 美国市场 因为QE要鹰派说法了嘛 所以3月4月5月就会有QE警说的一些行动了 不是议题是行动了 所以我觉得也不太容易啦 对 然后再加上近期融资的这个水位 本来就来到新高 通常新高之后要再过前面的高点是不太容易的 老师你在说的是融资的水位 对 所以融资水位 台股的融资水位其实是有一个常态值的 就像你一个月的薪水 你可能平均是这样 不会突然间一个大幅度的向上 这个几率是相对比较低的啦 所以我觉得台股今年要过2万点的几率 实在是偏低偏低偏很低啦 OK 好 那融资的部分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佐证一下 好 我们先把一些比较进阶的内容把它拿掉 就像很单纯的看融资的维持率 好 跟股票市场的变化 OK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相对高点 像我们之前7月的时候 就有提到融资水位来到一个近期新高 所以那时候创下18034的相对高点 对 后来融资水位掉下来了嘛 对 对不对 对 然后呢 现在也是一样 只是说它不是接近一个新高 而是手下滑 对 如果现在的相对位置是来到前低 那我会跟你说清干净了 福尔有清干净这件事情 但现在并不是啊 现在是高点往下 才刚开始 懂 原来要这样看 对啊 那你说它有没有相关性 我们就对走势嘛 嗯 当然 预清他今天临时跟我讲 所以我的回测报告 突然间没办法生出来 对 但是我们可以用所谓的走势 去做比较 去做相关性的比较 你就会知道 因为很多人都会讲融资这件事情 是什么 是散户的行为模式 没错 但我们这样讲 融资是这么多的议员 很多钱 那你想一想 你自己融资的比例 你自己融资的比例 会是多少呢 那一般而言 我比如说我昨天拍照的时候 就跟慈利提到一个 诺贝尔的获利公式 我就跟他说 你应该要去做融资 然后呢 他就会很紧张 很害怕 真的 他会不敢做 所以一般人都知道 股票市场有风险 他真的要去融资借贷 去执行投资这件事情 其实是不太容易的 所以真的有能力去做融资 你要有担保 对不对 你要担保 如果说一般人 他没有什么资产 可以担保吗 所以其实融资在回测数据里面 他反而是大户比较常用的一种资金用法 对 不见得是一般人 一般人大部分就是用他的薪水 去做一点储蓄 拿来储蓄的部分 去做一个投资行为模式 比较不会开杠杆的行为 去做长期投资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不能单纯的说融资是小白或是散户 对 他其实后面有不同的可能很多大户也会用融资 对 OK 所以我们常常看待 我这里是放大盘 我们常常会看到一种情况就是 主力买超融资大增 这个线你会发现它都是同向的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规逼 去说明 去讲 去归纳说融资就一定是散户 OK 不是的 好 不过从老师刚提醒的就是 这个大盘在高点修正 那融资也下来了 所以老师比较是解读说 这是一个人气退潮的现象 对不对 好 那老师今天呢 每一天看开始的时候都会先讲一下 我们的社群在哪里 对 所以同学可以考虑加入一下 这个是免费的 那我要讲说 这件事情就是 这个是券商的买卖差金额 那在行情K棒表现 看不出是一个偏空形态之前 我有在群组里面丢了这一张图 那我相信 虽然你不知道它是什么计算出来的 但是你从金额上面来看 也看到绿色棒棒应该是红色棒棒的好几倍吧 嗯 对 但是我要讲哦 K棒还没反应 所以这几天是不是就跌下来 所以免费社群老师其实都会统计很多资料 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很有用的参考 对 那这些数据就是数据说话嘛 所以我比较喜欢数据说话 个人偏好的部分呢 会有个人承受风险的问题 对于个股的这种买或卖啊 比较没有统一 可是这些大盘的数据 为什么追踪大盘很重要 因为大多数的个股就跟大盘是同向的 尤其是大盘的筹码 券商的买卖差 落差这么大的时候 你的个股就本来就高度危险啊 好 对 所以老师每天早上都会有一些统计的报表 放在这个免费社群 如果同学加入 每天早上就可以收到了 对 好 那老师我们今天直播的一刚开始 赵立你要告诉我们一下 最近关键的类股有哪些 对不对 我先讲一下大盘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叫做导撞反转 因为我要讲关键 OK 各位来看看 这个地方就是跳空向上 这个地方就是跳空向下 我们可以看出 它就是一个很明显的落差 那各位 这不是什么台股哦 因为台股有日盘的问题 所以常常会跳空 这个是美国的NASDAQ NASDAQ既然出现跳空向上 又跳空向下 对 这个在技术分析里面就是 很容易反转的导撞反转 那出现导撞反转的K线形态的时候 我都会比较高度看弱势 所以老师看后面会比较保守 我现在是看比较保守的 OK 那连带台股也会受影响 当然台股它会有一些 我们因为比较没有受到阿米克隆的 阿米克隆的这个病毒影响 然后呢 它的表现会相对会比较好 可是 还是会有连带的影响 只是说比例上面比较小而已 OK 所以从NASDAQ来看的话 科技类股嘛 所以跳空 那其他的指数目前还没有出现导撞反转 但是有一点点像 所以对于我来讲 美股我是比较偏弱势来看的 对 然后呢 S&P500 看起来也有点像 有一点点像 但是还不算 OK 不过它有一个现象 各位你有没有看到 这里有个异常价量 异常价量就很清楚了 就是叉叉嘛 就是交叉向上跟交叉向下 那当然我把它写程式去做一些量化分析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是准备交叉向下的 哇 向下就不好了吧 对啊 而且是一个现象 各位注意听 跌破前低 假设没有跌破 拉回 涨不过前高 也是 弱势看 也就是说 未来走势会破前面这个相对低点的位置 那有几个理由 除了我们刚刚讲的导撞反转之外 还有一个这里有一个很长的蓝色 有没有看到 有的 这个就是在这个价格的成交量 也就是说高档有很多人套劳了 所以那你要过去要量能非常大才过得去 好 要么就时间拉长时间通过 要么就到大量出量冲过去 但现在量好像没有上来 对 所以现在就是偏弱势看 那当然现在还是维持一个多头格局 因为还没破前低嘛 对 未来破了 那就是做一个空头走势 所以我们在看技术分析的时候啊 跌破前低或是拉回不破前低再涨过前高 这就是一种预期 那它如果是一个趋势完整的结构 那你会发现中间都会有这样子的走势 就是成功几率很高 只有在转折的时候 头尾会失败 所以在技术分析里面 这个胜率是有的 那所以在未来 它因为长不过前高 拉回破前低的几率 就会比较高 现在就会比较高 好 谢谢老师提醒 OK 好 那我们来看汇率 台币汇率怎么样 创了一个新低27.6 就是很强势之后 现在是贬值的方向 对 就往上走了 OK 那市场也有一些杂音嘛 那第四季也快算是算结束了 对 所以出货等等呢 大概都会到一个底定的现象 所以热钱的部分 其实是比较不利台股现在的表现的 嗯 好 好 那我们来看上市的部分 今天因为结算 所以比较走自己的行情 不受美国的影响 昨天晚上的大跌影响 OK 否则今天应该是会有比较高度 受到行情拉回的现象 不过我们从异常加量 加权指数的异常加量 也来到了一个时差 短期的买卖强度 也怎么样 做一个时差 就是市场有退潮的现象 然后呢 法人的卖超比例 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条黄色的线 它是走一个空头趋势 就是拉回破前低 再涨不过前高 再拉回的现象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融资为止率 来到一个相对高档之后 做一个修正 各位要记得一件事 当你有什么部位 你大部分都会偏多看 纵使那个讯号很明显的 你还是会偏多看 就像你刚刚跟我讲 那个融资这件事 你可以解释成福而喜掉 未来会再涨 所以其实投资 要分得很清楚 分析的时候就分析 看库存调整部位 水位的时候 就是调整部位 水位 这两件事要分开 否则你把它纠结在一块 你常常会不自主的 潜意识去往你 对你部位有利的方式 来做分析 我有多单的时候 当然就希望它涨了 对呀 看到什么讯息都觉得 会涨会涨 对对对 这个要 这个在行为金融学里面 是很明显的一种现象 OK 所以上市是这样 然后上跪很强 上跪的强度 是远高于上市的部分 有些是中小型股 现在看起来 还是比大盘来的强势 对 那活蹦乱跳的 所以变成说 相对的类股 是跟中 是个上跪的部分 OTC是比较有关的 可是老师 我有个问题 它的益强价量 看起来好像也要死亡交叉了 对所以你看哦 这个异常价量是一个看趋势的角度 然后买卖强度是一个短期的角度 所以两个如果同时都向下 那我会跟你说要小心 不过我们这样讲 美国不好 然后呢 上市表现也不太好 贵买虽然相对强势 但是强奴之末久了之后还是会受影响 会被拖累的 对因为这个会有投资人的信心问题 对啊 你如果说买什么都偏跌 你会不太相信 你自己相对就会保守了 对你可能就会把融资清掉 或是等等的一些股票清掉 为什么 因为人天性会有损失厌恶的心理 当然了 他会只想赚钱 不想赔钱 对 而且其实你本来是有点小赚的 因为要创高嘛 然后拉一点点你会怕煮熟的鸭子飞了 所以就会想要把它卖掉 就是有这个连大影响 因为我们这样讲 贵买有一个很重要的参数 就是融资维持率 因为他也是在做一个下修的工作 所以呢 他虽然比上市强 可是强多久 这是一个问号 这个我就没有办法告诉你强多久 好 所以要保守一点 最近我自己如果部位八成满 那我就会把我的避险加大 如果说我没有部位 那我就会加看空的部位 放大比例稍微多一点 好 谢谢老师提醒 最近的操作呢 真的要保守一点 那我们来看看肋骨的部分 所以你看 要眯眯眼 看是不是都绿油油的 红的不多呢 那一月的跟着一个月的变化 都绿油油的 一周的变化也绿油油的 那这个各位知道 这是肋骨呢 他不太有办法 有过多的人为 他就是由钱来决定的 所以当钱决定偏弱势的时候 相对要保守 好 你要记得 心中要有趋势 不是说我今天偏空看 明天涨了 阿林真不准 不是 我是看趋势 我没有办法看一天涨叠的 一天涨叠 要判断很精准的这件事情的胜率 其实不高 我可以告诉你 我也不是省 没有办法的 所以就趋势上面来看的话 他相对的肋骨 二十九类肋骨 大部分是比较偏弱势的 好 那上跪我们一看 你又知道 上跪红的不是比较多 比较多绿的比较少 所以有凭有据 相对比较之后 你就会看得到 好 但是一样还是会 时间如果真的一拉长 那还是跪嘛 还是要下来的 好 OK 好 所以如果你真的 在这个时间点 我自己是不会在这个时间点进场 理由很简单 因为偏弱势 当然有一些个股表现 你想要去追踪的话 同学可以参考OTC电子通路的部分 至少它是一个多头格局 未来拉回不破前提 在弓 在涨的时候 你可以去考虑电子通路里面的个股 好 那再来就是生技医疗 OTC41的部分 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 好 然后光电的部分 OTC64也是一样 那当然生技医疗 我自己是比较不碰生技类股 因为基本面的问题 那当然价格会涨 你如果单纯追踪价格的话 你的盘最好钉紧一点 就是跟皮 绷紧一点一样 对 越短的操作越需要这样 对啊 所以你的心情压力就会比较大了 好 所以自己要 如果你要去追踪强势股 自己进退 你跟着进 自己也要跟着退 不要说 进了忘记退 对 大部分其实都是这样 OK 除非你看长趋势 对 如果是这样 你就看长趋势 就做长趋势 做基本面的 做筹码的部分 就价格变化的参考一句 就尽可能降低 好 所以关键内股观察完之后 老师今天的小学堂 我们刚刚有预告了一下 老师今天会又教我们两招 看股价的合理性 它到底合不合理 应该要怎么看 怎么观察呢 老师 我们来看一下 我问一下 郁清你怎么选股 你选成长股或价值股 我最近呢 今年比较喜欢成长股 但我存股的部分会选价值股 我是不是有人格分裂 不会 我给你一个解方 就是去开两个 两个户头 一个专门做成长股 一个专门做价值股 对对 我价值股就是慢慢存 对对对 然后我另外一个户头 就是做成长股的 对 好 那这样子就可以把分裂问题解决 就把人格分裂分开 好 那成长股大部分是多头市场 你比较有机会 对 那价值股当然就是要 它价值浮现 价格低廉的时候 所以大部分是在空头市场 如果你平常没准备 崩下来之后 你也不是要买什么 对 所以平常要做功课 也会在这里 那但是呢 在统计上面你知道吗 成长股跟价值股的报酬 落差很大 大部分价值股到最后都会赢 哦 那是因为成长股忘记下车吗 不是 因为价格太高了 你们会有追价效应 为什么因为价格 因为你不知道价格到底合不合理 对不对 那我问一下 一头牛5000 两头牛多少钱 简单来算不是乘以二 就是一万了吗 你有看过两头牛的牛吗 两头的牛 你不是说两头牛 就是两只牛的意思吗 所以它至少要贵十倍嘛 对 所以你是说一头一个牛有两个头吗 对啊 念我这陷阱题老师 意思就是说价格它不是对等的 OK 你要去做一个比较有数据的评估 你应该用本益比跟本益成长 那本益比大家都很熟了嘛 就是评估股价合不合理 但是我们在做成长股的时候 你应该要用PEG 也就是说所谓的本益成长比 对 它的公式是本益比除以税后净利成长率 对 所谓的贵跟便宜 你会得到一个数字 1.21或0.8去做一个评估 如果是大于1.2太贵了 它的成长性跟不上它的价格 那你要保守一点 虽然它还会涨 那是投资人情绪 我就会使用移动停利 如果我的获利拉回三分之一 我就出场 哦 高 OK 那如果说小于呢 低估了 那表示它的成长性是很好的 然后价格也相对低廉 然后我会偏爱这个 这在回测数据上面 胜率最高吗 当然 远高过于前面两个 甚至可以跟价值投资去做抗衡 所以市场上有一种 Smart Beta的ETF 就是专门做低廉的成长股 那它的公式就是这个 我讲得很清楚 还听不懂 就要用功 当然 上课要上课 当然基本面要合格 因为我们分析财报 没有在看单一数字的 我们都是综合 所以你的基本的内容要OK 然后再来就是三绿三生 毛利盈利税后经历 这是用一个长线的角度来看 所以老师你的两招呢 就是指我们本益比跟本益成长比 这两个是不是都可以用在成长股 如果你是做成长股 建议用PEG 对 用本益比成长 本益成长比 那PE用在什么时候 就是一般的 就是一般的股票用本益比 好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漢磊他的市盈率本益比 6,725 好猛喔 有没有很夸张 他的PEG是66 那你看这么 体质 我们就先不看 我们就先单准PEG 你可以看到 价格这么贵 他就是要修正 就从173回到130亿 我可以肯定他会修正 但我不知道他何时会修正 不过你心里知道 他偏贵了 OK 随时要警觉说 拉回 获利回吐的时候 要懂得减满 好 那我们来看一看 岳峰 他的本益比247 也很惊人 对不对 你会觉得他好贵喔 哇 可是他PEG 竟然才0.97 没错 所以股价总是要回归到标准 所以如果你选低于1的 他会回到一个正常值 如果他的基本面 以及成长性 获得市场青睐 他还会有筹码的追价效应 好 直到他很贵的时候 那你再逐步的获利 拉回三分之一 做减码动作 好 所以老师提醒 我们要买成长股的话 要记得用PEG 对 本益成长笔 好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参数 好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每一个礼拜直播 都会有筹码的小学堂 最近来到了第三堂 老师今天要跟我们讲的是筹码的变化量 对 一般来说我们都看买超 卖超的张数 对 或者是买卖超的所谓的均线 但是我要跟各位讲 变化量 就是这期跟上一期的差距 那这个数据 这个数据不好意思 都是要自己算 市场上 其交所 证交所提供的数据 没有这个东西 那老师应该说的是大盘 还是个股的部分 都一样 所有的筹码 我都会去看它的变化量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件事情 各位2月更正 12月13号 你会看到自营商期货的空方口数变化来到21% 也没有很惊人 有 对 那你可以看到一件事 当天12月13号的加权指数收盘才跌 负58 也就是0.33 不加逆 结果隔一天 就崩了 对 而你从变化量 你才会知道这件事 这个其实用变化量 可以提早看到这个大盘的转折 对 所以我要给各位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K棒里面的组成分子 是什么很重要 而不是单就K棒的长度 长红长黑 长上下影线 跳空等等 去看价格未来的趋势 如果你可以追加筹码的变化量 你的胜率会大幅度的提高 而且这个不是事后论 这个是当下就可以知道的情况 好 所以你夜盘 你台子起就可以去做准备 这跟黑K 拿得很扎实 空单赚得很扎实 哇 关键就在变化 筹码变化量 对 那我们来看变化量 我们可以看到12月8号跟9号之间 你会发现变化量是由正转负的 这个时候台股还没有下跌 对不对 然后你可以看到融资的变化量 7号走平了 后面就开始走平 通常是这样 高元期无法再创造更高的水准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应该要保守看了 就开始要停利了 把货利拿回来了 对 所以这样的观念一定要有 所以像这个外资跟自营的 这个在现货市场的变化量 我每天都会去做统计 那我会把这张 每天我都是固定做功课 我每天要做的PPT 一个礼拜 有够多的 我看一下 一天三十张 五天都多少张 十五一百五 这个是放在老师的订阅群主 还是免费的社群也会有的 订阅群主是一百五十几张 一个礼拜 对完整版 然后分享 社群分享就是一天一张 因为我精力也有些没有办法 全部照顾 好 那我们社群的部分 其实像老师之前也有提供 第一张 老师那个最前面那一张买卖的 其实就非常的有用 对不对 那这一张其实就应该要有所警惕了 那老师你的社群就是扫描QR Code 是不是就可以看到了 对 好 那如果同学有问题 也可以在LINE的社群上问林生老师 那么老师今天教我们两招 看股价的合理性 那提醒我们 如果买成长股的话 记得用PEG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要看这个筹码的变化量 对 它可以让你提早看到大盘的转折 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回看在不断的复习 老师 今天教了大家好多 还包括融资 这正式课程 真的很像是正式课程的内容了 对对对 好 那我们希望下周三 再邀请林生老师 下下周 下下周三 对 老师现在太忙了 只能隔周三来直播咯 那我们祝大家操作顺利 都能够赚大钱 谢谢 下下周三 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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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